哈喽,大家好,我是Jerry 然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Joyla的生日 所以他就要带我去吃一个晚饭 但是他不知道今天我有准备一些礼物 还有蛋糕给他 在后面 其中一个礼物是他的一个朋友 先寄给我的 然后我再包了一下 然后想给他一个惊喜 他不知道那个送礼物的人是谁 然后还有一个礼物是我的 也试包了一下 然后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的 待会儿我就悄悄的给他 看他的反应吧 不出我的意料 他应该又会哭吧 然后他现在还在家里面磨磨蹭蹭的 我们准备出去吃饭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哈喽 哈喽,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啊 你给我的礼物吗 嗯,算是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不是 还有一个谁给的啊 还有一个 你问我怎么要写我的年龄在上面啊 哎呀,这不是又是过生日吗 好,反正你还写你的年龄 你这个是乱世 来嘛,那你先上来 有一个是某某你的朋友送的 我的朋友 然后他是先寄给我的 然后又搞了很久 然后呢 他不在多云多 他不在多云多 他都不在加拿大了 哎,他不在加拿大 我的朋友不在加拿大 然后又认识你的 是我在德国 去法国的 自己猜咯 哦,他们两个吗 要么你打开看一下 你猜一下 他们两个 那他们两个都没有跟我说 嗯,我猜对 我没有说那是他们两个 但反正肯定是你认得似的 那不是他们两个 那还有谁呀 那你猜一猜 他看我们的视频吗 你的朋友肯定知道 你录的视频呗 知道我录视频的朋友 又不在加拿大的 那我就只想到他们两个 那你先猜一下 有一个是他写的字了 有个是我会写的字 这个是他写的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比较像你写的字 比较丑嘛 这个 那写的什么内容 生日快乐 guess what I am 猜猜我是谁 你比较喜欢说猜猜我是谁 那行嘛 那你先打开一个看 那我没有说中 然后他看视频 他会伤心的吧 没事 然后你看你喜不喜欢 这个包装只是我朋友结婚 然后我们给他包的 家里面剩那么多 就这样就用了 我不好出去买了 就是说比较着急 因为东西才拿到 唉 我应该去看一下 信箱说不定就是我拿到了 不是在信箱里 他来多人多了 喂 可能是吧 谁呀 在美国 你先说你喜不喜欢 在欧洲还是在美国 反正我不能跟你说太多了 那我猜得到什么嘛 这什么呢 Google Home 有一个记 那是Google的东西吗 彩色的记 说不定是Google送给你的呢 Google送给我的 这什么啊 是你送的吧 我不先说 那就是你送的 因为我天天说 总是看到YouTube上面前段时间播Google Home的广告 但是你说我们家用不上Google Home 我知道你喜欢Google Home 所以我就送了一个Google Home 所以那个就是你送的嘛 我送你的Google 你天天天说你要Google Home 我就不说你要来干嘛 但是我还是给你买了 最大的Google Home 比那个小的还要好的很多 有什么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的功能更多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 反正你不是就想要 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但是我给你了 直男送的礼物 我还以为 这是最好的一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打折 没打折 我知道mini的打折 所以我一直想说就买一个 但你又说没有用 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就是他写的 我没说这个是我送的 我刚刚在混乡你 然后你再打开这个 你说哪一个是哪有这样 才生日礼物的 又不是过生的 那这个是他写的吗 不可能啊 我哪个朋友字那么丑 说不定啊 你猜谁的字 谁的字跟这个很像啊 行吧 这个确实是某某神秘人物送的 这个是我送的 我就说这么直男的礼物 只有你会送啊 Sephora的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 这是一个sample 对他就是送你的sample 然后还有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给你看吧 我看不清好暗啊 高光吗 我记得这个高光 它是有配刷子的 为什么是那么薄的包装 我喜欢 我很喜欢高光 我最近正在瞅我 没有什么新的高光了 高光不只有一个颜色吗 高光好多种颜色 粉的金的白的 那你猜一下是谁说的 我先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一个人 Vicky 同类人物 同类人物 YouTuber Tina吗 不是Tina 我没有认识其他在美国的YouTuber 怎么这样看你的美好 有点小拉比小型的 你猜 你猜 你快给我说 我一直猜不到 那个人会很伤心的 我可以跟你说 就是 Tina 大奶倒是 怎么可能 你跟他一直在聊天 然后你们喜欢共同的一个明星 蔡许昆 我的朋友的女朋友 我没有往那边想 我觉得他肯定会很伤心 Cirsty 谢谢Cirsty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我完全不认识的YouTuber 他怎么会加你的微信 加个我一下吧 我居然没有看 你看了也没用 因为我都删掉了 我没有发现 看嘛人家要伤心了 他只是在Instagram给我说了生日快乐 我以为他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几号 所以我没有往那边去想 我以为他是昨天看了我发的story 你给我唱生日快乐的歌 然后他才知道我过生日的 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往他那边去 他好久以前12月20多号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是几号 可能你有一个生日的一个视频吧 我猜中了 我刚刚就说又要哭 我猜中了 大家你看 我是不是猜中了 哎呀 好郁闷啊 摄影师好郁闷 你看我刚刚就说你肯定要哭 我没有想到会是他 哎呀我就完全没有替他 我猜了那么久都没有猜到他 我是挺经常跟他聊天 但是我以为他是昨天才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所以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他 他也太会演了吧 哎呀 我好不好意思 不要不好意思 昨天胖丁也是他说 他专门去找我们之前的视频 然后知道我今天过这日 然后他凌晨跟我说生日快乐 其实他们好细心啊 我不好意思了 你不要怒我了 好的 我们先去吃饭 超级感动 就是想谢谢Kirsty 因为这个高光 昨天她才在她的新视频里面说 她去年最爱用的 希望我们快快见面 上次我们去LA的时候 本来我以为她会和我们一起出来吃饭 她是Jerry朋友的女朋友 我那天还好好化妆妆的 我还记得 前一天晚上她就在跟我说 她说她那个朋友的女朋友也录YouTube 然后还让我看她的视频 我看到我就觉得她说话特别调理清楚 然后又很漂亮 我那天就很用心的化妆了 结果她没有来 我后来问她为什么她没有来 她说是你朋友没有叫她 你那什么朋友吗 我怎么知道她不叫 那你没有跟人家说 人家肯定就不要叫了 那说不定人家有事呢 她怎么 她没事 她肯定没事 也好 吃个饭怎么有事嘛 那就下次了 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 明天吧 又在那乱说话 我们现在先来Eason Center这附近吃一个甜品 我想吃很久了的一家 本来前几年我过程是我们都是要去干嘛的 那是去滑雪 但是里面安排了就不滑了 因为今年我那个不能受寒嘛 看我的脸吹风又过敏了 等一下这个火一点就好了 刚才吹到了风了 我一直从初中开始就这个样子 就是你经常就什么都要过敏 那你还不给我挡风 那没办法 风挡不了 好可爱哦 刚开始拿到这个料理刀 它是温热的 它才做出来 就是冰淇淋的味道挺舒服的 这个下面还是那个红豆馅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鲨鱼稍好吃 我们现在来吃晚饭啦 还给我买了生日蛋糕啊 带着去 我今天选的这家餐饭 它是一个那种Fusion的日本菜 这家餐饭就感觉光线有点不好 想点个这个Hotstone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位差价差那么大 一个是A5的牛肉 一个是UF牛肉 什么是A5啊 就是日本的那种比较好一点 反正差别很大的嘛 那你选吧 他们还写了这个卡片 但是看起来好旧哦 肯定是给了起来 对 我也觉得 感觉就是没有诚意啊 我现在吃的有点想过 就是感觉很腻人 我觉得还是火锅最好吃的 为什么要来吃这个 我以为这种烤肉会很好吃的 就是才配的料吧 才不如给我配个辣椒面 可能就是我这个人的这个美食 领域就这么高一点 可怕是我明年生日吃火锅 我今年想着自我来说 我现在的年龄挺大的 所以我就想说 就我们两个人敲敲锅就好了 就没有叫什么很多朋友一起啊 这样过 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就是叫朋友一起来 就是说 哎 你们给我准备礼服 我要过生日的这个意思 哎 反正我也不是18岁嘛 就是没什么好情绪的 就两个人吃个饭就算了 我就觉得晚上吃酷了 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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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地方太小了 是说可能不行 待会我在外面给你尝 在大姐给你尝 这个上面的花椒 不知道能不能吃 起司和巧克力的味道 你觉得这个蛋糕好吃吗 不好吃 就是看起来有意思 但是吃起来没意思 我都不知道我吃了个什么 吃到最后还不如给我把薯片吃 你直接买单薯片给我算了 我也对这家挺失望的 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觉得这家还不错 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吧 我们的口味比较重 所以不喜欢 我们现在到大东华来了 我要买面条 我要吃金牌钢牛 什么你就打算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 你是不是傻子 然后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好的 好的 就是唱成是隔禁演唱的不合格 说了十道人多的地方 专着全唱 好的 不骗我 我回家煮面吃啦 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跟我们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